大家好,你看我种了好多艾桃 大家都知道艾桃是女人的宝 我非常喜欢种药丝同源的植物 今天让我来说一下艾桃吧 艾桃具体有哪些功效呢? 实际艾桃的功效和用途实在是太多了 今天我简单的给大家介绍艾桃的三种功效 艾桃的第一种功效就是驱寒 关于艾桃驱寒有一个古典的传说 在古代打仗要宣找水源 当时还落后,没有相信的机器 大家就点起一堆艾桃 点完艾桃,看着哪儿冒水气 哪个地方就是水源 就是因为这个典故 大家知道了艾桃对人体去食去寒有很好的效果 你合上艾桃水后 山上的湿气会自己冒出来 艾桃的第二功效就是驱寒 我们经常会发现 大潮丛生的地方有很多丸子和虫子 但那儿有艾桃的地方就几乎没有丸子和虫子 夏天如果院子里有丸子和虫子 你把艾桃点起来,丸子和虫子就没有了 所以因为斗电丸香 所以说艾桃具有很好的驱寒效果 而且能去除病毒 第三点,增加人体的抵抗力 皇帝内经记载 人体之所以生病是因为有死气 我们利用艾桃 把身体的死气、毒气和虫子给它排掉 人体的免疫力自然就提高了 生病的几率就少了 所以说,此艾桃能增强人体的抵抗力 大家平时经常发现干枯的艾桃 切几遍扔掉,那可是个薄 大家要把它晒一晒,收藏起来 我们平常都艾桃 艾桃用的艾绒是一年以上的 艾桃只有在一年以上 它的药用价值才更好 艾桃放的时间越长 药用价值越高 有一个说法 放了五年的艾桃能治疗人体肌肉的疾病 放了四年的艾桃就能治疗人体骨骼的疾病 也就是说,随着时间的增加 它的药用价值更大 干枯的艾桃我们收集起来 把它做成艾桃来调理我们身体的疾病 我们平时经常把艾桃做成青团 或者做成艾桃茶 也可以艾桃煮鸡蛋加红糖 效果特别好 我每天早上都煮水喝 艾桃洗净 放入锅中 白放鸡蛋喝红糖 开锅后关火 慢五分钟就可以了 平时你如果觉得湿气比较重 你就像我这样煮点艾桃红糖鸡蛋水喝 但是如果你心烦到热 这个时候就不要喝了 任何东西都有两面性 此时都有饰量 白好的东西吃多了 对人体健康也是不利的 欢迎订阅 感谢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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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